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出许久没用的雨衣 金融雨都终于下雨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金融地区高温 都没有降雨 水晴吃紧 不止供疗宴集水区缺水 新山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18号上午8点 剩下48%左右 有效蓄水量482 06万立方公尺 民众出门上班 遇上这场雨 觉得好开心 早上看到下雨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下雨了 但是希望下雨还是能够下在积水区 对基隆的这个情况可以稍微粗解一下 好像又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但是还是蛮开心的 有下雨了 怎么说啊 终于下雨了 因为好多天没下雨 看到好像好多个社区都停水 似乎挺麻烦的 不过这场雨似乎没有持续多久 对于缺水危机的基隆似乎帮助有限 而水利鼠也没放过机会进行人造雨 这个现在是3号 然后等一下那边开电源之后点3号 它就自动点火 上午9点 基隆的天空有云层 开始下起见鲜性的小雨 人工蒸雨服务团队在基隆西式水库 完成燃放蒸雨季 试做约15分钟 现场就开始飘起小雨 昨天王美华王部长来到基隆 那也指示了我们基隆市政府 跟水来水公司还有水利署 我们几个单位的相关合作事项 那事实上在昨天大多数的民众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水 虽然水量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仍然持续在努力 那最主要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 呃台湾的东北角能够下雨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台湾 包括基隆还有东北角地都有下雨 那但是这个雨量虽然来 但是事实上就我们的了解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 我们整个基隆地区的供水 我刚才有跟我们 资亚水公司的处长谈过 那处长是表示说 双溪供辽地区现在雨已经停了 但是它的积水区的雨量 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就是说对于水公司来讲 它可以抽取更多的水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完全满足 所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 合作的资源 仍然有其一个必要性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们会请水公司 水利署还有经济部这边 我们继续来努力 来满足我们整个大基隆地区 还有东北角的这些行政区域的用水所需 为了输解缺水 水利署派了抽水机 在双溪上游深潭抽水 另外重整附用安乐进水厂的闲置管线 并掉度水车 消防水车送水 国军支援移动式的进水车 就是希望多重管道 为民众寻找水源解决缺水之苦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金融市牙医师公会在暑期办了一个特别的青少年牙医培育营 一连四天 让学生从艺膜牙齿雕刻 诊所见习 让学员利用显微镜观看自己的牙骏班 一起寻找口腔细菌 学生们穿着医师袍到牙医院所见习 营队已经连办了三届 每年都有学生考上牙医系 牙医师公会举办青少年牙医培育营 帮每位参加的青少年准备衣丝白袍 所有牙齿反而是60到70的咬的力量就在这一刻 来到诊间学员们认真学习 培育营课程中邀请多位牙医师教导口腔专业知识 还带领学员实际体验牙齿雕刻 唇口硬膜等牙科实验操作 来那个牙医营的感想就是 了解到那个不一样的职业 因为对于牙医也许就洗牙而已 然后还有什么甜甜补补 然后就去那个帮忙装给夹牙而已 可是来这边发现到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也有像从事牙医这一方面的行列 所以也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走牙医师相关的职业 或是职业甚至当牙医师 也希望未来我能考当牙医系 以前的话就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收获到非常多的 对 那如果对我来说的话 以后我希望我能利用这些资源 还有我学习到的东西 来帮助自己还有帮助其他人 然后希望我能成功的变成为牙医师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应该是 口腔挨挨有的分享 我觉得可以亲自去面对那个挨有 然后看他的长相 然后就是平常比较少的机会 我觉得很特别 课程中安排阳光基金会和恩亲癌症防治基金会合作 邀请口腔外科专科医师和口腔挨有 现场宣导槟榜口腔癌的危害 今年的青少年牙医已经迈入第三届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参加的人数有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前两届的话 我们青少年牙医已经举办得很成功 也有几位学生 因为参加我们的牙医 然后对牙医系产生兴趣 然后选择牙医系救度 那希望我们明年举办的时候 疫情趋缓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国中生 高中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有别于一般坊间或大学的医学营 牙医培育营 课程完全由专业的牙医师来授课 使用牙科临床材料做实验操作 试天课程下来 相信对学生们的学习历程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人手一机的时代 如何让手机不只是收发讯息的工具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 合办媒体试读课程 除了教导学员在资讯爆炸时代 要有分辨讯息真假的能力 也透过专业讲师 教你如何使用手机等媒体工具拍摄剪辑 在资讯社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好 请坐 谢谢 OK 这就是手机拍片均匀的开静意识 讲师吴凯儿活泼的开场模式 让在场学员精神大为振奋 这是由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合办的媒体试读课程 由业界讲师吴凯儿导演教导学员 如何用手机拍摄剪辑 完成高水准的影片 吴凯儿说除了学习拍摄剪辑技巧 最好的方式还是多拍多剪 熟人生巧 现在人手艺机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我们每天出门 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摄影机 那如果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手机 随时看到美景 美的人事物的话呢 就拿出来练习 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个美的摄影眼的概念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特别出席 基隆高中场次的媒体试读课程 所以希望高中学子有辨别讯息真假的能力 更透过学习使用媒体工具 加入公民记者行列 在社会发挥影响力 也实现媒体禁用的精神 我们邀请到多位的知名的媒体人 那来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体 或用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来识别这样的一个假讯息的方法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媒体试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代呢 能够制作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教导个大家 那希望不仅仅是了解 也不仅仅是认识 更可以亲近或者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媒体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年也特别跟基隆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能够借公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内容丰富的媒体试图课程 也让基隆高中校长大为肯定 如何让这孩子呢 在众多的资讯里面呢 去分辨何谓是真 何谓是假 它的价值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研习 让孩子能够去学习 如何去用手机的拍片 更重要的是 让他能够传达正确的一个资讯 多年来持续与基隆市政府方面合作 在校园推广媒体试图课程的 中加宽屏集中方面 期盼借此让年轻学子 不仅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更能化被动为主动 透过影音创作 关怀社会聚焦地方 我们很高兴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跟中加宽屏集中 一起来推动媒体试图的教育课程 另外我们中加集团也提出了 公民记者的培训计划 我们希望除了认识媒体试图 这一个基本的推动之外 也能透过这样的学习 变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记者 去发现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欢迎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媒体素养的培养 这项媒体试图课程 共规划举办10场 除了实体上课外 还有线上课程 想要参加的民众 请把握时间 上官网查询报名 美丽基隆政策 来 希望培养市民拥有基本的媒体试图能力 今年媒体试图课程从基隆商工出发 透过专业讲师教你如何进行事实查证 辨识与使用媒体 甚至学习新闻制作 让民众不只是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人 知名导演李嘉怀 已在网路上流传了一段都市传说影片为例 教导学员如何查证事实 辨别讯息真假 更不要成为散播假新闻的帮凶 其实这是分成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相信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求证的 所以事实上 我们不管是公部门 还是私人的基金会 都有成立一个所谓的 信息事实的查证的中心 那只是说我们一般大家 很容易就会去忽略掉查证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转传 事实上它更是一个 比较可怕的后果 就是说我们讲 不时的讯息的传递 比不去揭露还要更可怕 那久了久了 大家都信以为真 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风向 带出来之后 事后的弥补 可能要付出代价更多 所以在转传之前 我们先查证 中家宽平吉隆 长期与基隆市政府合作 在基隆市共用频道 推广媒体禁用 今年媒体试读课程 从基隆商工出发 希望让同学有判断假讯息 建立使用媒体的能力 这样的课程也获得校方 肯定及支持 我想以现在一个资讯爆炸的 一个时代来讲 孩子对资讯的判读是相当重要的 他不再是学习去探索资讯 而是我们要去辨别资讯的 真假跟好坏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教育 里面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现在 我们的航空电子科 我们空拍最后把它制作成新闻 我们如何运用自媒体的部分 来制作这个新闻 来呈现最真实的一个 新闻的一个报道 我想这是对于我们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 在努力 中家欢民吉隆 也与基商合作推出 公民记者培训活动 获得许多基商学生热烈回响 作品更让人惊艳 现在社会是以无人机的一个先驱 我想利用无人机这点来扩展一下 拍摄新闻的一些角度 中家欢民吉隆 感谢基隆商工 这一次跟我们做充分的产学合作 让我们能够不只把媒体试读 带给我们的同学 有更重要的面对假议题的判断能力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我们也推出了公民记者的培训 然后也很多基隆商工的同学 也把他的作品 然后来提供给中家欢平吉隆新闻来做播出 那这个经过审核通过的学生作品 都是很具在地性 也很多元的议题 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艳 这下媒体试读课程 预计举办10场 到10月为止 将分实体与线上课程 目前学校实体上课场次的部分几乎额满 想要参加的民众 请把握机会上官网查询报名 不只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人 还能化被动为主动 成为关怀社会 聚焦地方的内容产制者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我们的设计快乐 好 你的设计我觉得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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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组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欢平吧 中家欢平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欢平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安乐区五轮里 通往五轮国小的通学阶梯 年久失修 上下学的时候相当危险 因为牵涉到许多单位 所以非常难以整修 经过五轮里里长四年的努力 终于在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下完工 顺利的正式启用 这个五轮青云通学步道能够展修 当地的五轮里长说 真的要感谢许多政府跟民间的单位 跟地主 大家通力合作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跟民政处的支持下 让这个通学步道能够顺利启用 造福当地的学子 让家长跟五轮国小校方都相当的感恩 而这个启用仪式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长秘书 前后人的安乐区长 社区爱心志工 在地的社会贤达等等 都到场来祝福 这是一条我们学生通学的步道 那经过二十五年都无法整修 就磁砖也都剥落了 那长了很多的青苔 那我用了四年的时间 因为卡住私人土地都没有办法整合 那我经过四年的奋斗 一直去找国担委 跟他沟通 跟输人土地的业主 跟他拜托 拜托给他移动 以后 我们才开始去找经济 对啊 找经济 才开始征修 由于做法包这样子 我敢在这个暑假期间 把它施做完成 那再来九月份就要开选 那个学生跟家长 就可以有一个安全 到学校的一个通行 无语的一个 安全无语的一个通行的步道 是经过了我们李文才里长 经过多年的一个争取 那终于在今年可以顺利的完成 那总经费是一百多万 那我想过去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的设计跟铺面 所以导致这个阶梯经常会有人跌倒 那整个排水系统也非常不良 后来在里长的争取规划之下 重新设计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阶梯 其实非常的壮观 那个我们那个里长柴哥 就是很用心 就是一般本来我们从那个 那个就是之前柴哥 用那种艺术设计去盖 结果做得更好 就是用这个大众功能的为主 大家很干净舒服 然后又大方 然后整个安全性又加强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里长 他非常用心在这个功能的细节 要服务每个零零层 我觉得这个是最了不起的 刚才好像没有看到 可是做得又很特地 对很细腻啦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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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 所以说小朋友上下学出入这种阶梯的安全 настолько重要 所以说那尤其基隆又多雨 所以说常常这个阶梯如果说他状况不好的话 生青胎啊 然後很容易滑啦 還有扶手可能不穩啊 這些問題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都是蠻直接會面臨的問題 這個樓西是所有的市民跟學生 必經無限 那今天很感謝市政務 花了一百多萬 將整個階梯做一個整體的改善 讓所有的學童跟行人 的通行更加的安全 目前五人清雲通學步道啟用之後 在地的愛心志工 都會固定來進行打掃落葉 以避免造成樓梯失滑 提升學子的通學安全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全台最大物流園區 在8月19號以及20號 請基隆就業中心協助 在新北市瑞芳區的 永聯物流開發台北園區 舉辦聯合徵材活動 包括永聯物流開發 全聯食業以及台灣迪卡農等 總共8家優質廠商 提供了172個職缺 起薪最高6萬元 基隆就業中心將和全台最大物流園區 永聯物流開發台北園區合作 將在8月19號以及20號連續兩天 下午1點半到5點半 在新北市瑞芳區 豐子賴路一向一號的永聯物流開發台北園區 舉辦聯合徵材活動 包括永聯物流開發 特杰物流 艾力運能 台灣迪卡農 全台物流 全勤物流 DHL 台灣敦豪供應鏈 全聯食業以及美商 雅詩蘭黛等 總共8家優質廠商 提供172個職缺 其中包括起薪最高6萬元的 倉儲物流經理職缺 這次基隆就業中心 跟我們的永聯物流開發公司 聯合辦理了這一場的一個 聯合徵材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總共我們邀集了有8家的廠商 那這個廠商裡面提供了172個職缺 那這職缺裡面呢 有包括很多的一個中高階的 中高階的一個職位 那當中有包括一些物流啦 倉儲啦 行政 那甚至是設備的維修 還有一些運輸等等 那這些的種類非常多元化 也希望說提供我們一些 求職民眾的一個多元化的 一個職缺機會 那希望在在業中 或是希望轉業的這些求職朋友呢 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 為了方便基隆市民前往求職 基隆就業中心也將提供 免費接駁車載運機動求職民眾前往園區 呼籲有興趣的民眾在8月18號前 報名接駁車的服務 也歡迎自行前往參加 我們是在8月19跟8月20的下午1點半到5點半 總共有四個場次 那也希望說我們想要求職的朋友呢 利用這個時間在我們星期四 也就是8月18的時候呢 提前先來做報名的動作 那這報名的動作 除了我們在海報上面的QR Code以外呢 在我們台灣就業通上面也有相關的網址可以做連結 那如果說真的找不到沒關係 歡迎打電話到我們基隆就業中心24225263 請我們的工作同仁來做協助 那當天呢我們這一次的聯合偵材活動 我們有接駁車 那這接駁車的位置呢 就是在我們的基隆就業中心中正路102號 來提供來回的一個接駁 基隆就業中心指出 這次開出的職缺還包括有倉儲管理 行政客服運輸服務和設備維運各方面需求人才 例如貼標和組裝人員 堆高機操作人力 倉儲物流人力 運務室以及行政專員 和自動化設備工程師等等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2022金山甘薯季開跑 每年8月到10月底就是金山甘薯產季 每年產季一到總是吸引許多遊客到訪 現在除了可以品嘗現材的甘薯 周邊的農場也因應甘薯季 推出了特色地瓜窯與蛙地瓜等親子活動 為金山甘薯季增添旅遊亮點 拿起鏟子一挖 這綠遊遊的班薯夜下遍地都是地瓜 每年8月到10月是金山甘薯產季 金山地瓜文明全台 不只種地瓜 農場還開放挖地瓜 及地瓜窯活動 讓親子同樂 都有常態舉辦像小農夫的體驗營 像我們小農夫體驗營的話 我們會帶小朋友認識這一個生態 同時呢我們也會讓他們下到田裡面去挖屬自己的一串地瓜 那挖完地瓜之後呢 這個地瓜可以帶回家 除了你們可以回家煮蒸之外呢 我們在現場 我們也有開放做一些 像烤地瓜、烤雞、烤魚的活動 這些都是針對我們在 我們地瓜季的時候現有推出的專屬活動 在大自然環境中 認識可愛的小動物和植物 並到甘薯田中 體驗挖採甘薯 帶著新鮮現挖的甘薯直接洗進 再用鋁箔紙包起來放入窯中 像這個牧場有時候是用耿木 不是用進入藥水的木頭 所以它就不會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就是用耿木 生火蜂窯等待食物烤熟 生窯的烤地瓜 陣陣香味撲鼻而來 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實 冥密的口感 今年呢 金山甘薯祭 已經開始活動 系列活動已經展開了 那今年金山甘薯祭呢 預計在8月27號 星期六 在金山的玉爐路 展開千人的轟窯活動 從下午一直到晚上 還包括有星光電影院 那除了歡迎大家民眾來參加 這個金山的轟窯以外 也可以結合金山的各地的觀光景點 包括所有很多 這個優美的景色區 四頭山、金山老街等等 那更可以參與親子活動 帶著小孩呢 到周邊的相關的這個農場 包括我們現在所在地的園竹農場 也有汪汪地瓜園 雄雄花圃等等 林靜海花園等等 結合金山很多這樣子親子活動的場域 結合這金山甘薯祭的紅藥活動 大家可以來樂活金山一天 也甚至可以搭兩天一夜的旅遊行程 2022金山甘薯祭正式開跑 8月27號還有一場大型活動 當天有DIY甘薯體驗小農市集 千人一起在星光下空窯 遊客來到金山不只能逛老街 還可以體驗農場樂趣 記者 黃少鳴 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次看您的影片 保測您的影片 歡迎您的影片 裡面 2002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走不掉 停…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怎么这样啊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